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叶伦表示 随着国内外逆境逐渐消失 美国经济情势将走出年初的低迷局面 在今年某个时点升息是合宜的举措 德国修正后数据显示 第一季投资及消费均见增加 显示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的信息面 已经有回稳迹象 第一季GDP中值较前季增长0.3% 与13日公布的初值相同 去年第四季成绩则是增长0.7% 投资大鹅索罗斯日前在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表示 如果中国经济状况不好 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全球最大线上影音平台YouTube 宣布释出最新广告机制 将开放广告商在影音广告中 内签商品价格、影像和购物连接按钮 希望能借此充高广告商收益 也替YouTube自己赚金营收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